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12月13日 一至四都是我們的節目 今天是星期三 和大家看看 花旗這間大銀行 提議香港 應該搞一個海陸路 離境水 和大家討論一下 花旗 日前發佈了 所謂2024年中港經濟展幕 預測 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 是3.3% 明年會漲一部貨門 剩下3% 其實這一類的展望 通常都沒有太大價值 因為香港方面 大家都知道 經常 對外形的經濟體 比較小 所以 很受到 出入口 以至 經貿的數據影響 因此 經濟預測 包括政府自己本身都經常不准 大家都知道 去年 到今年 香港經濟的表現 都有一些 差過預期的情況出現 但是 焦點 市場方面 擺了 他們提出 其實 今年到現在 一共有8千萬人 經由陸路和海路 由香港出境 所以 可以想一想 每人收回25元 海陸路離境稅 去擴大財政收入 這是由花旗大中華區經濟師 雷智雅提出 他說 徵稅 是 不是阻止 香港人去大灣區消費 所以 不應該是大額徵收 純粹 都是為香港長遠發展而設 當然 素雅 亦不足以彌補 之前減印花稅的收入 花旗 他們都戴了頭盔 強調 應該全面考慮 如果真的要推出這個措施 避免影響 香港作為大灣區一小時 生活圈的大格局 但是 正如明報都提及了 政府 其實之前在1999年 和2003年 都提出 構思所謂開徵 海陸路離境稅 但是最終都沒有實行 你說現在 在這個政治氣候之下 是否更可行呢 而且 譬如 浸會方面 浸會大學的會計 經濟和金融學系副教授 密稅財 認為徵收海陸路離境稅 得不償失 他說23億的收入 對於相對上億的香港政府 開支來說 佔比很小 但是加收了海陸路離境稅 他會減少香港的訪客 旅客的人數 從而都減少 旅客訪港帶來的食宿 等等的經濟效應 他亦都說 特區政府都需要額外行政費用 去區分不徵收海陸路離境稅的群體 譬如跨境學童 跨境上班族 以至出差的商務人士等等 所以你搞這麼多東西 收到23億 但實際上行政開支 人力等 隨時都把10億8億出去 可能就得不償失 但是德勤中國稅務合夥人 穩配認為任何擴闊稅機 為政府帶來穩定收入的建議 都值得考慮 但是海陸路離境稅 除了影響旅客之外 都會經常影響往返內地和香港的跨境上班 和上學的學堂 所以其實是需要區分的 即是說可能要豁免他們 好了 你說有一些要上班的 或者要上學的就可以豁免了 我說我有親人在大陸 有內地有頭住家 因此都要經常回大陸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豁免呢 如果是這樣 喂 我有兒媽姑姑在內地方面 我現在上去探望她 然後提出申請 是不是可以豁免呢 所以你想想 要特殊處理的群體 個案 看下去可能會越來越多 所以怎樣區分呢 這裡真的挺艱難 另外要特別告訴大家 實際上 香港是有一個所謂的 飛機離港稅 離境稅 跟機票線一起收 所以 之前 有一些航空公司 有一些免費機票 大家都發現 因為每張機票都會打回幾百元稅 其實裡面涉及了 連滿十二歲或以上人士 乘飛機來香港 是需要給一百二十元港幣 離境稅 這件事的 當然 亦都是有狗類人士可以豁免 另外 現在你乘飛機離開香港 另外還要給多一筆 所謂機場建設費 這是因為2016年開始 基於香港國際機場 搞三跑 第三條的跑道 所以 導致 需要向香港機場離開的旅客 收 額外的建設費 長途的商務旅客 是需要給180港幣 經濟下位旅客 160港幣 短途方面 經濟下位旅客 每人成為90港幣 頭頂或商務旅客 每人160港幣 所以 經濟機位 長途短途也有幾大差距 這是離境的收費表 另外 過境和轉機方面 其實都有的 短途每名 經濟下位旅客收70港幣 其他收費也是劃一的 這裏 所以 為何導致 有一些在海外參加了 這些機管局的活動 旅法局的活動 說 過來香港 抽中免費機票很開心 誰知道要給大筆錢 這裏面其中一個野起人怨言 除了機票本身的燃油附加稅 之外 其實也包括這一類 就是離境的這些費用 所以 實際上 雷志岩的說法 就是海陸路離境稅 其實在那個空方面 就已經有一個都不少的金額 所以現在提出所謂的海陸路 但是 如果你是海陸路 香港 接駁的正正就是大灣區周邊 即是說你去澳門 你去內地 那才會被徵收這個金額 而 大家都知道 內地其實很鼓勵香港人不想消費 所以 特別 譬如 基於那個中女社處理這個回鄉卡 那個負荷太大了 搞不及 很多人根本都換不到回鄉卡回大陸 結果 就內地都要特殊批准 即是說你過期你都可以回大陸 那麼 也都推出不同的政策 鼓勵大灣區的城市 便利香港人 為他們提出一些優惠 所以 在現在整個國家一盤棋的大格局 也都希望吸納香港人回內地不想消費 而香港根本 最高級的官員對於 香港人回內地消費 也都不敢有任何意義 是吧 甚至 樂觀其成的這個局面之下 怎麼可能在這一個情況下 就提出去徵這個海陸路離境稅呢 是吧 當然就 喂 所以 似乎是很難想像的 而且 你對於 南來香港的 即是說內地那些 提出現在 有可能 會放鬆深圳戶籍居民 就一簽多行來香港 那你說 如果到時候 他們落到 又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就給一筆呢 那 他們 會不會再想過先 度過先呢 是吧 所以 這些措施 說 就好像很理想 那 但是實際上 涉及的金額 雷智岩 花旗都知道 不能夠多的 著略 拿回二十幾元 那 但是這二十幾元 反映在那個 實際的 這些內地旅客身上 他們 以現在 特種兵式的 旅遊方式 他們 未必有願意 是吧 所以 到時 有豁免他們 到時 只是針對香港人 就是 本土 不上消費 但是這樣做法 也會對內地的經濟 帶來不好的影響 所以 這一個 政策 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提出來的 可以討論的 但是實際上 那個空間 其實就很小 另外 內地方面 都繼續 推出不同的 國策 包括 最新 深圳衛視報道 由12月11日起 深圳會試行 離境退稅 即 買即退 便利措施 即是 境外旅客 在深圳試點 一些商店裡 買商品 按規定 拿到銷售發票 以及 境外旅客 救物離境 退稅 申請單 就可以即場 退 增值稅款 人民幣現金 退 這個退錢 比傳統 離境 退稅 方式 更加方便 對 錢 拿完之後 可以再度消費 現在 第一批 即買即退 的試點商鋪 有23間 都是位於 羅湖區萬象城 涵蓋了 LV Vragamo 這些國際消費品牌 試點也會同步 設置即買即退的 商場服務台 而即買即退的境外消費者 需要在消費後 17日之內離開中國 而據深圳衛視方面 也提及 最早受惠的就是來自白羅斯的Egor先生 即買即退 買了16200元的包包 現場收到1458元的退稅款 覺得很方便 白羅斯 也是俄羅斯的親密盟友 其實是他小弟 但經濟也是很頑皮 能夠過到中國買包包 這位Egor先生 都可以說不簡單 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 稅務第二稅務分局局長 戴文忠說 同一日同一旅客 在同一試點商店買東西 上限退額 額度是11萬人民幣 所以應該可以很大程度上 滿足境外旅客 尤其是香港同胞的消費需求 你想想 今時今日內地方面 竟然推出即買即退 而且講到明是滿足香港同胞的消費需求 你想想 現在你說再去香港方面 刺激和深圳搞一簽多行 引內地人來香港買東西 現在你想想 其實有多大的效力 現在連內地方面都要爭取香港人不想救密 但大家都知道內地方面有增值稅 還有其他稅項 所以其實那些名牌 其實跟香港方面比較沒有價格上的優勢 即使你說減了一些增值稅 但是跟香港比較 其實應該仍然都有落差 但是內地方面都照殺 所以你想一想 在這個局面之下 你說有沒有可能 內地方面會容許香港開徵 這個海陸路離境稅 當然這句也看到 內地方面都積極爭取 境外的旅客在境內消費 除此除了中國 其實這個韓國財政部也都宣佈 在2024年將會為中國 包括中國以內的外國旅客退稅上限 提高一倍去吸引旅客去韓國消費 由目前50萬韓灣 3000元增加到100萬韓灣 即是6000元 這個是單筆消費退稅金額的上限 每次旅行的總退稅上限 都由250萬韓灣 即是15000元增加到500萬韓灣 即是3萬港幣 也是積極爭取境內的消費 日本方面也發現 原來很多人去日本 基於人員匯價非常之弱 變成很有吸引力 結果也引爆了很多 所謂不法之徒 買完日本的商品名牌之後 就專售 所以日本也要搞 離境的時候才容許退稅的制度 即是不能即時再退稅 那麼方便 這個也是 你可以看到的 日本的經濟 其實也很受惠 日元匯價偏弱 很多人去爆買 所以韓國都有跟進 現在連中國也希望吸引香港同胞不上 所以這個格局 爭取旅遊消費的方向 在亞洲區裡面只會愈演愈烈 跟大家說到這裏